现在市面上的保险计划 常常斗多受保疾病 但到底多少只才够? 100只?200只?或1000只? 未出现的未来疾病又有谁会知道? 对着本字典禁后的保单条款上 看不明白的疾病定义 又知不知道到底怎样才谈到? 说到健康保障 你可能只想到危疾 医疗甚至意外保险 有没有想过今时今日的健康保障 不应该只有这些呢? 富卫突破传统保险框架 推出全城首创的生活守护保障计划 在保险业发展过程中 绝对是一个或时代的改革 生活守护保障的覆盖范围 远超目前已知的疾病种类 我们关心的是疾病以至意外 对你生活上的影响 只要符合以下情况 计划就会赔偿你100%投保额 撒上条件直接 以结果为导向 当受保人不幸因意外受伤或疾病 而需要接受以下其中两项或以上的重大医疗护理 包括 活1. 连续10日或以上需要入院留医 2. 在深切治疗部留医连续3日或以上 3. 终生需要服药 或者4. 需要进行麻醉手术 并且因为同一意外或疾病 而连续8个星期喪失活动能力 例如不可以上班或上学 计划就会即时作出100%赔偿 当然 如果被捕人因意外受伤或患病 而导致永久身体残障 或严重的认知障碍 或终生需要依靠轮椅代步 又或者幻想常见的三大危质 甚至新故 只要符合以上其中一个情况 计划就会全数支付投保额 减低因意外或疾病对你生活的影响 除了刹常条件直接 务求让你得到全面的守护 也可以对自己的保障计划 有更多的掌握 生活守护保障在市场上 绝对是首个突破时限的产品 计划不切疾病定义 除了已知疾病及罕有疾病之外 我们同样覆盖 就连未来可能会出现的致命电种疾病 甚至阮神披发症 为你作出最全面的防守 捍卫你人生不同的阶段 刹常条件清晰直接 以结果为道向 只要你的生活受到意外或疾病的指定影响 计划会即时为你提供100%投保额 作为你的生活支援 当然我们最开心是见到你身体健康 所以如果你在每五年的保障期内 没有刹常记录 计划会向你回赠总已缴保费的30% 让你更有动力持之以恒 继续健康 护卫的生活守护保障 保障范围由现在跨越到未来 由已知到未能被定义的未知疾病 真正做到生活全方位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